受到史上最強熱量侵襲 全美各地高溫 接力破紀錄 沒有小看高溫殺傷力 就在氣象主播提到的德州 傳出有人被活活熱死 原來德州一名母親忙著為8歲女兒 準備生日派對 卻忘了5歲兒子還在車上 等到發現時一切已經太遲 根據美國官方統計 從一九九八年到二零一四年 短短十六年間 就有六百一十九名兒童 死於車內高溫 其中被父母遺忘比例超過一半 部分家長以為自己下車一會兒 半點試 車窗稍微留些縫隙 孩子應該沒問題 其實大錯特錯 之前有獸醫為了呼籲四主 不要把寵物留在車上 就親自做了實驗 短短三十分鐘 車內溫度就從攝氏三十四度 一路狂飆 專家表示這波熱浪的威力不容小覷 光是在公園體感溫度 就可以飆到攝氏六十六度 在密閉的車內 就算只待上短短幾分鐘 照樣危險 類似這起警方破窗救人的畫面 多年來不斷重演 但並不是每個人都這麼幸運 帶孩子出門 隨時提高警覺 才是防止意外發生的 波爾法門